此刻,灵州上众人见十天魔元一个照面,便将楚虎重创后生擒 还杀得屈凯德仓皇出逃,顿时面色大变 恐惧之感侵蚀全身的神经 纵使唐永生拥有越级挑战普通羽华六重大能实力 但他的内心里同样被惊恐占据 他未曾想,短短两年,皇府圣宗的顶级势力居然会突飞猛进到这样的程度 唐永生,南宫清前,拓帕林如焉无极四人 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当初三大圣朝永恒先宗共达皇府圣宗之时 皇府一方的顶级势力只有四天魔元这十阶出生期 而现在呢,四天魔元已是十阶生长期 金龙神师和妖龙也已经晋升十阶出生期 对于金龙神师和妖龙的强大 唐永生几人在两年前时已经有所领教 此刻,一见金龙神师当先朝林昭宠满 一个个是召集万分 唐尊圣主,如今二位制裁者凶多吉少 我们快逃跑,否则我们都得死 拓帕林连忙说道 他当初一融成谭云的模样杀死了谭台玄咒 他清楚,以谭云的个性 一旦自己被抓住,想死都是奢望 此刻,南宫清前,如焉无极 一时催促唐永生赶紧驾驭灵州逃跑 唐永生备敢窝囊 自己等人带着复仇火焰而来 但结果却是,对方的顶级势力如滔天之水 不仅浇灭了他们的复仇之焰 而且还很有可能将他们统统淹死 这一切众人都知道,唐永生又岂能不知 在众人催促之际,唐永生恶之不甘 全力激发掀弃灵州,朝天伐山脉之外飞驰而去 事后生震天,金龙神师全力追赶 遮天蔽日的双翼剧烈煽动 其速度之快,比灵州的速度还整整快出两成 该死 唐永生气急败坏 诸位,以药师的速度最多半个时辰就会坠上我们 其后还有魔龙和拥有月积挑战能力的弹云 我们此次必有一战 若想活命,务必在魔人追杀制裁者归来之前 战胜药师魔龙和弹云 否则一旦魔人归来,我们必死无疑 唐永生说罢后 南宫清前三人心中一股不祥之感悠然而生 此刻,三人已把所有希望全部寄托到了唐永生的身上 好,我们都听唐尊圣主您的 唐尊圣主,您实力最强 一旦要是魔龙弹云坠上,还请您能拦住他们 让我和拓跋圣主如颜宗主先逃 因为我们三人实力低位,留下来也根本帮不到您啊 拓跋领如颜无疾,于是连忙附和 好,你们和所有阅台净之人驾驭灵昭陶 随时准备接养本圣主 剩下唐尊圣巢羽化净之强者 随本圣主秦在献秦王,抓住时机活捉贪云 宣祭,唐永生和一众羽化净强者 义无反顾朝金龙神师杀了过去 唐永生绝对是枭雄人物 他看似舍己为人,实则不然 他可没有那么好的心思 在他看来,如今追来的有金龙神师摩尔和谭云 若争论自己一方之人,谁与对方仇恨最深 他清楚,拓跋领首当其冲 其次便是难攻清潜和乳焰无极 在他看来,以谭云的性质 断然不会放弃击杀三人的机会 他站在谭云的立场判断 只有金龙神师比灵州的速度快 故而他大胆推测 谭云会让金龙神师去追杀托巴林三人 而他则会与摩尔一道 与自己的八名鱼化净强者角逐 唐永生自负 以自己的实力 在这般情况下 足以灭杀了谭云 而自己唐尊圣朝的七名羽化净强者 亦是未必会输给摩龙 故而 与其说是他拖住谭云 倒不如说是让托巴林等人当炮灰 引开他最忌惮的金龙神师 唐永生不可谓不精明 当然 若他得知谭云和摩尔的能力之后 恐怕便不会再这么想了 谭云望着前方虚空中的金龙神师 无庸置疑传音 计划有变 大快刀 无论如何 你也要追上灵州 是 主人 金龙神师闷声如雷 犹如一道金色闪电 瞬间穿梭云海之中 朝灵州穷追不舍 这时 托巴林等人 发现唐永生 完全没有阻拦金龙神师的一死后 顿时怒火中烧 他们这才反映过来 老奸巨花的唐永生 阴了自己一把 可他们此刻并不敢斥责唐永生 他们还抱着 在金龙神师追上来之前 唐永生能够抓住谭云 威胁金龙神师放弃追杀 莫 你随我对付唐永生旁人 是主人 摩尔花音刚落 唐永生便带领七位老者 向谭云杀去 谭云修炼童术 全部闭上双眼 当七位老者闭上双眸之时 谭云手持鸿蒙世神剑 星眸愈来愈棱 哼 你们太天真了 还以为闭上眼睛 我谭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 莫尔 你先拖住唐永生片刻 谭云留下一句 骤然化作金色水流 以唐永生等人不可企及的速度 洞穿虚空 紧接着 金色水流 自七名老者跟前 幻化成谭云 猛然汇出三拳来 随着碰碰碰三道闷响 三名羽华一重老者 悉数化作飞灰 你们不是他对手 快撤去对付魔龙 唐永生立声提醒 便朝谭云杀了过去 哼 都去死吧 鸿蒙神步 由于谭云的速度极快 舒然间 仿佛有四个谭云 同时出现在另外四名老者身后 鸿蒙神剑无动 四鹏剑墓 瞬间将死人笼罩 不 不 圣主救命 圣主救属下 在唐永生震惊而愤怒的眼神里 四名羽华老者 瞬间化作碎尸 神魂俱灭 谭云双目赤红 死死盯着唐永生 唐永生 尽致你我不死不休